4月16号,刘强东性侵案在启波兰,涉事女生正式向明尼苏达阿伯里斯法院提起民事诉讼,称自己在2018年8月30号被刘强东强奸。 起诉书全文曝光,刘姓女生在控诉书中一共提出了6项指控。 这起诉讼,刘强东性侵和这些指控一旦被法庭认定为事实。 京东公司和刘强东将会面临相当巨大的挑战,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